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12号的消息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自2020年建成开通以来 运行连续稳定可靠 持续提供功能强大的卫星导航服务 高精度短暴纹等特色服务能力已得到充分验证 据统计全国已有超过79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 4.7万多艘船舶 4万多辆邮政快递干线车辆应用北斗系统 近8000台各型号北斗终端在铁路领域应用推广 北斗自动驾驶系统农机超过10万台 覆盖深耕 插秧 播种 植保 收获 接杆处理和烘干等各个环节 2587处水库应用北斗短暴纹通信服务水纹监测 650处变形滑坡体设置了北斗监测站点 搭载国产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的共享单车 投放已突破500万辆 覆盖全国450余座城市 基于北斗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功能 已在8个城市成功试点 并逐步向全国普及 某导航地图调用的北斗卫星日定位量超3000亿次 北斗在国内导航地图领域已实现主用地位 支持北斗短暴纹通信功能的手机已发布 成为全球首款直连卫星的智能手机 北斗系统正全力赋能各行各业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基石和重要引擎 同时 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道路持续走时走深 北斗系统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贡献力量 后续 在加速推进北斗规模应用 市场化 产业化 国际化发展的同时 北斗系统还将积极发展多种导航定位受识技术 为未来智能化 无人化发展提供核心支撑